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功底还不错 那么挑战一下剪这款短发 既经典又纯粹又和市场这些 常规的设计师拉开差距 下去选择圆形见证层次 起刀的长度为两指位以内 逐渐横向提拉 提拉至耳朵宽度之后 我们选择斜向向后去提拉 整个下去是选择起脚的方式处理 或者是图手剪的方式处理 所以在建立圆形堆积 连接的重要性才是最关短发核心区域 大多数的剪这样的层次设计师 下去我们选择图手剪或者是起脚的时候 会造成断结之后 剪完的结果会像锅盖一样卡在里 所以我在剪下去的时候 前两篇围去除逐渐降低角度 变成堆积层次 这是个完全连接过渡的层次 整个结构要看我们表现 它的连贯性以及它层次密度的质感 我在分享的过程当中还说到了一句话 后续要的是 风盈饱满有流向 精致细腻有轮廓 还要时而不虚 行而不僵 而说的再华丽 不如你去操作几遍 犯了错误之后 再去逐渐去优化 你才能看出来这样的剪发方式 如何能做到这么精致的一个结果 修剪侧区的时候 我还是保留了边角底下 预留一部分 先不进行修剪 旁边还是选择圆形 层次进行过渡 下去选择起脚的方式 把多余的碎尾处理掉 当然遇到好的发际线 我们可以保留3到4公分的底线 然后进行打揉 修碎 得到一个自然的碎尾的情况 也可以结合顾客的年龄 去剪一些比较精致的底线 这个是看你怎么去吸收 和去转换 它的纷纷线偏窄的这边 我是选择圆形轻缀机 保留边角的柔和度 然后再把边角剪一个 偏干净利落的边角 方便挂尔的长度即可以 我们要注意细节 就是后驱的起脚分为三种 反头形的凹弧线起脚 和三角起脚 以及圆弧面的起脚 而我今天给他选择起脚 是圆弧面的起脚当中 又带了一点反头形的奥弧度 这样看起来弧形跟立体 同时衬托头形的饱满度 也会更有圆润度 对于起脚短发的知识 还不太理解 我在往期视频当中 已经介绍过这三种起脚的方式 和它的一个呈现面 你可以去点击观看收藏 我在开始分享之前 我就确定的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分享的风格 是英伦极简 简约的一个风格的短发 所以整个简发的流程 都是以结构主导修剪的方式 上去这里为反曲线 向两侧进行提拉 分分线窄的这边 固定在转角线提拉 分分线宽的这边 我们与边角剪齐 剪厚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推杆 进行一个点剪修饰 还原所有的切口的质感 把边角剪干净 把我们的底线剪利落 同时选择突手剪和起脚的方式 把后续的凹弧线和去除面 建立有点反头形的凹面 你是什么样的设计师 就能看出什么样的发现 它具备什么样的质感 以及具备什么样的抬剪流程 我们要懂得兼容 不同风格的审美 这是一个比较干净利落 英伦极简风格的短发 在现实生活中 能够比较力气 同时是职场简约的顾客群体 是非常喜欢这款短发 同时它具备了一定港风的特色 在处理好边角 以及脚尔的过程当中 不产心饱满过多片厚的形状 修饰一下上去的柔和度 那整个裁剪流程就完成了 主要看结构 修饰是辅助 我希望这款这短发 打开你的一些设计思维 同时也不要忘了一些经典的情况